歡迎收看新一輯的一週花生點評 我是老尖 影片上架的日期是2024年12月3日 一週花生點評就是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的科技界有趣新聞事 今集有一個顯卡、樹莓批的消息、Intel 的消息、Google 和 iPhone 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花生了嗎? 但也要CLSS我的影片和追蹤我的Facebook IG 和網址 不妨大家脫花生了,我們去片 今集內容開始了 樹莓批、Risbee批就發表了最新的Wi-Fi 晶片的Picco 2W 開發版 我相信Risbee批這東西玩開Steam那類的東西一定聽過 而這個Picco 2W 開發版 採用了全新的RP 2350 微控制器 它的售價是$7美元 比Picco 2W 少了W就貴$2美元 Picco 2W的佈局和尺寸 其實跟Picco 2是一樣的 都是繼續用RP 2350 的晶片 採用雙核的CPU 時脈是150MHz 來自520KB的SUM 那是純粹開發以來玩玩玩玩的 而這個Picco 2W 版 即新的 整合了支援2.4GHz的Wi-Fi 4 即802.11n 標準無線網絡晶片 同時支援5.2的藍牙功能 而Picco 2W的無線部分 之後會以RM2的模組獨立推出 應該就給Picotool這些舊版去用 而RosbyPie基金會表示 他們會在2025年初推出更多Picotool系列的產品 但一個問題就是 香港就暫時未有行貨 有興趣的朋友就要去海外的渠道才買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開 或者有沒有打算入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之前在Gridia的老總 老王王仁昇來香港科大拿榮譽博士學位 當然這則新聞就炒到熱胸胸 又說他只是送一個4060TI 那麼少家 我相信這則新聞很多人都聽過 而他的公司近期 就想為了遙控美國對華晶片制裁禁令 特別製造了新一代50系的5090D 而這個RTX5090D 硬件上跟正常版本的5090D 基本上是一致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兩個都是用同一個GPU的配置 相同的事物 其實他們大體上遊戲的表現差不幾 但是按照Iridia去年的說法 這個D代表Dragon 即是代表龍 其實是代表龍鏈 還是代表龍的傳人 就未知了 有外面的消息指 這代的RTX5090D 仍然以D字結尾 就說會有機會在2025年1月28日之前發佈 1月29日就是中國龍力的新一年 但是如果根據另一些說法 立了槍才叫下一年的話 可能會在2月4日前發佈 都是差幾天而已 那視乎阿魯王怎麼看的 還是繼續用呢 那就不知道了 5090D和5090D 都是擁有具備2.9GHz的速度 21,760個Cuda核心 和32GB GDDR7的記憶體 他們為何要分開這個 就是他們有不同的庫存單位 而SKU就是要逃避美國制裁的跑分 純粹 我想這個AdVidia就是利用一些鎖的技術 即是一些軟件鎖 鎖住硬件 不讓它跑足這麼高階 有些像之前 AdVidia都曾經利用RHR技術 去限制加密貨幣的抗卡使用 這個鎖角屬於不是硬鎖角 沒有切過任何東西 只是利用一些特定的東西 不讓它跑足 那會不會有能力 被外面的人破解到這個軟件鎖呢 那就不突然之了 如果解到鎖計劃 就應該可以跑足5090的全速 發揮到它應該有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對這張5090D怎樣看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說一下Intel的消息 美國政府之前通過了半導體生產激勵措施的法案 就希望可以鼓勵一些企業在美國境內生產這個極晶片 但是老美後任總統阿特隆隆 就曾經批評這個法案 相當浪費錢 就說會廢掉它 美國商務部最近就批出了向Intel 支助大約80億美元 就想在特隆隆上任之前就分配出去 Intel其實在今年至少獲得10億美元 手不知助 就說用在擴建 阿里桑蘭州、新墨西哥州、俄罕俄州 和奧納江州等半導體廠進行擴建 這個計劃就想在這4個州內 創造多達3萬個工作機會 但是作為交換條件 Intel 就要承諾未來5年內 就不可以進行股票的回購 不知 Intel 今次收了錢 會不會不要再擠這麼多牙膏呢? 或是又有些新搞作又說改製程呢? 那就不知了 這樣都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分享下大家的看法 跟著說說Google相關的消息 印度這個自稱老三的地區 在印度北方近日發生了一宗炒車事件 就說有3名男子開車時利用Google地圖作為導航 但是被Google嵌了 就帶了上一條還未完工的高架橋 結果這3人玩飛車 飛不過對面岸 就掉落河 這條是否恨河 就不知了 事發就在11月23日 這3人原定從古爾江去巴雷利參加一個婚禮 原來紅氏變白氏 送多一張白貼 就說利用Google地圖導航 怎知Google就糟糕了 在隔天的早上 當地的居民就在河上 就找到這個受損的車輪 和那3條的鹹魚 就報警處理 警方接報後 亦到現場工作 初步調查指出 出事大橋未完工 亦未有設置警告標誌和路障 才導致悲劇發生 是否不敢說Google 滑了他們一獲 明知斷橋都推他們上橋 就說不整路標 其實是否想奶咪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下 接下來就說說蘋果的消息 蘋果其實每年9月左右 有個秋季發佈會 這個就俗稱是iPhone的發佈會 一般都會發佈新一期的iPhone 在2025年的推測中 就說會有iPhone 17系列 iPhone 17系列會帶給市場 更多創新的改進 還是更多的笑話呢 那就要看接下來這個發佈會發佈些什麼 產品就包括極其超薄的iPhone 17 Air 或者叫做iPhone 17 Slim 可能很多頻道都有兩個不同的名字 甚至乎蘋果就說會放棄太合金框架 而轉用鋁金屬作為外殼材料 iPhone 17 Air 就好像上一集都說過 就說以超薄做設計 可能就似乎這個iPhone 17 Air 就除了實體卡槽 只支援eSIM 減少喇叭配置 採用單鏡頭的媒組 而iPhone 17的系列 最大的變化可能是 它的機身材質部分 蘋果會重新採用鋁合金的框架 取代目前的鈦合金 是不是太貴呢 想減散成本 但是又不減價呢 而鋪板下方仍然會用玻璃材質 以支援無線充電的功能 鋪板系列的相機模組 就說進一步加大 形狀就變得更加細方 也有消息指蘋果會取消PUS的版本 讓產品線更加簡潔明確 專注在輕薄和高性能兩個方向 這些都是坊間的傳言 都要等待蘋果的發佈會 才知道未來的iPhone 17 那麼多手機的走向和定位 不知道大家對iPhone 17是期望 還是觀望 還是沒有任何期望呢 可能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不知大家怎樣看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而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大家喜不喜歡我為大家的選材 但是都要CLSS我的影片 還有follow我的Facebook IG和網址 最後記得清理好花生水 我們下一集再見了 拜拜 今集就來到最後了 記得CLSS我的影片 即是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你們每一個的comment、like、subscribe 都是我的原動力來的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 吹吹水電腦研究所的Facebook專頁 多謝